来看到用坚定的毅力不畏惧对手夺下冠军 来看到新竹县竹北市的竹人国小软氏网球队 参加全国青年杯软网赛 八位选手年仅三四年级 靠着苦练和稳定性 打败宿敌台南盐水国小勇夺冠军 截续暑假还要到日本打国际赛 一大清早孩子们在场上挥拍打球 阴冷的天气吹不喜小将的热情 靠着苦练竹北市竹人国小软氏网球队 今年参加全国青年杯软网赛 击败宿敌台南盐水国小夺下全国冠军 这次主要是打全国遗嘱的 然后主要都是五年级的学生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中年级的 那我想最难的可畏就是学生们 就是能一路坚持到底 那是让我们教练最感动的地方 毕竟我想这份冠军得来的 也不是轻轻松松的 毕竟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假日时间来练习 教练尤晨全阳性亲自一颗颗喂球 以耐心和专业陪伴球队的牌子 提升抗压性和球胜动机 20位球员8人参赛 最大的也才4年级 面对5年级的劲敌 靠着挥拍细心夺下冠军 哪些动作就是你有去特别修正 所以才会得名 就是甩的动作 就是推拍的动作 就是会太早转身 对 所以这个你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关键 对 这一次会得奖 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重点的原因 因为我们都很有信心 很努力的在打比赛 所以才有机会可以得冠军 一年级就加入球队 早上练 放学也练 更牺牲假日时间练习 教练不求回报的陪伴 维持水平和稳定性 夺冠后 接下来暑假还要远赴日本参赛 我们竹人国小的软网队 成立于94年 我们陈阳信老师 来到竹人国小之后 因为他本身是软网的专长 所以就大力的在学校推动软网队 之后也陆续加入许多教练 目前是有陈阳信教练 跟尤晨祥两位教练 每天早晚还有假日 就陪伴孩子们 而且带孩子们到外县市去比赛 真的是非常尽心尽力 也非常的辛苦 举拍挥拍练即发 面对日本国际赛事 山中湖青少年软士网球锦标赛 小将们誓言要夺下冠军 为台湾争取最高荣耀 谢谢大家